长年期第九周 星期三 世界的悲哀 攻读圣马尔古福音第十二章 十八到二十七节 否认复活的撒多塞人来到耶稣跟前 问他说 师父 每次曾给我们写说 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 撇下妻子而没有留下孩子 他的弟弟就用娶他的妻子 给他哥哥立丝 曾有兄弟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留下子丝就死了 第二个娶了他 也没有留下子丝就死了 第三个也是这样 那七个都没有留下子丝 末了 那妇人也死了 那么在复活时 他们复活以后 他讲是他们中哪一个人的妻子 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他为妻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妻不是没有明了经书 也没有明了天主的能力而错误了吗 因为人从私者中复活后 也不娶也不嫁 就像天上的天使一样 关于死人复活的是在 美色书经济篇中 你们没有读过 天主怎样对他说的话吗 他说 我是亚巴郎的天主 伊萨格的天主 和雅各伯的天主 他不是死人的 而是活人的天主 所以你们大错特错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 有很多人的祈祷呀 听起来不错 甚至也挺感动的 但是啊 往深里一听啊 总有一种 说不上来的感觉 也就是感觉怪怪的 或者说你感受到一种 呃 我这种感受到一种 这种感觉是什么 就是说 你感觉到就是不是我们 纯正的基督信仰 其实我想咱们大家 作为一个基督徒 一个平就像那天我举的例子 一个神父讲道 一个平信徒能够品味出 这个道理是不是来自圣神的 来自基督的 基督徒他有一种 虽然说这个 这个感觉 这个品味 这个不是绝对的 但是大部分都有 特别是众多的基督徒 一起有一种感觉的时候 也就是我说的是 有很多人的祈祷呀 他贪的好像是祈祷 但是你感觉不对劲 你比如说 咱们今天都为孩子高考 风调雨顺 成功事业 那这些祈祷 有的时候听着 哎呦 真的是挺好 挺感动 真的是在求天主 可是有的时候 这些祈祷呢 跟另一种 就是我说的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的问题是什么 也就是说 这些祈祷没有错 可是在这祈祷 这个祈祷背后 透露出来的声音不一样 也就是在祈祷背后的心灵 或者说 这个祈祷背后的信仰 给我们一态是真正的问题 那么法利塞人 这些否认复活的撒多塞人呢 他们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 他们来问耶稣的问题 其实也算是祈祷 他们的问的是有关 爱情婚姻家庭 都可以成为他们祈祷的对象 所以他说也是祈祷 因为祈祷包括心中的困惑 那咱们就从这撒多塞人 这个问题咱们开始看 那么撒多塞人的问题 就是上面我说的 我感觉的很多人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原因是因为信仰不够成熟 或者那些信仰带着迷信色彩 换句话说 这些人问的问题是信仰问题 可是他们用的方式 不是信仰的方式 或者是他们的心灵 也不是信仰的心灵 他们问的是天上的事 可是他们的心 是地上的心 也就是言语表达的是天上的事 死后的事 但是事实上 他们的心里所捆绑的 所顾忌的 是世界上那点事 他问的说 死后这个女人是谁的妻子 但是这个谁的妻子 这个词问的是什么 在今世的事 那结果就是 他们始终出不了 世界上那条翻新事 那么能够逃脱世界翻新事的 只有信德 才能帮助我们从世界上 真正解放出来 我说真正解放出来 是说 有一些看似解放 实为假象 这就是迷信 或地上的智慧留下的结果 或者信仰不够成熟 就是特别的 这是一种现象 就是有的人祈祷是这样 还有的人比如说 甚至我们所做的世界上的 我们的灵修 包括我们的福传 我们看看是 好像是在做天主的事 但是你仔细一看 发现原来是在做人的事 那人的事会留下什么结果 第一 原地打转 原地打转就是 总是在世界的那点事上打转 一会儿正 一会儿反 一会儿银 一会儿仰 看似只会解决一切问题 其实还是在原地打转 不过这个原地打转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聪明绝顶的人类 可以把这个原地打转了 把它弄成高深莫测的智慧 甚至披上神的外衣 信仰的外衣 天主的外衣 就好像撒多塞人 撒多塞人都是一些贵族 他们的问题是潮性的问题 他们问的是天上的事 但是他们的骨头里是世俗的事 因此他们在世界的事上 转来转起 怎么也转不出去 就是他们的信仰 也是表达的世俗的事 那转不出去 是因为能够带领我们 处理这个世界的只有天主 再聪明的法郎 再聪明的凯撒 也不能带我们离开埃及 离开这个罗马世界 埃及代表世界上所有的事 换句话说 埃及又怎么带领我们 处理埃及呢 那么撒多塞人的问题呀 看似是在问天上的事 但是其实他们还是问世界上的事 他们问了一大堆 其实就是担心 死了之后谁做我的老婆 就好像有的教友问我 他说神父啊 我死了之后 我还能认识我的妻子呗 问了一个这样可笑的问题 我简单的给他说 我说如果天堂上 连这点事都做不到 那这还叫天堂吗 可是人呢 由于信仰不够 我们对未来的事总是恐慌的 特别咱们中国人 有的时候说的 比如说 在我们的信仰不够成熟 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 我们总会出现奈何桥 或说我们死了之后 都变成鬼了 都像游灵一样 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大家都像那个游魂一样 在那阴间晃来晃去 那这些表达是什么 其实就是信仰不够成熟 或者也迷信 迷信和信仰不成熟 其实是一个意思 这里没有什么贬低的意思 一会我还得解释 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 他们看似在恳切的祈求天主 可是他们总是在祈求地上那点事 我再说一下 不是地上的事不能祈求 比如孩子高考了 事业成功了等等 这些我们都该求 可是我们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我们接着祈求地上的事 让我们打到天上去 天主给我们制造地上的事 我们需要吃 需要喝 需要衣食住行 可是接着这些 我们认识到那造物主天主 没有天主 我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说 人不能老停留在地上的事上 可问题是 我们没有透过地上的事 迈向天上 却一直醉心在事上 更可怕的是 有一种灵修 或者就是今天的一种灵修 一种变相的迷信 打着纯正信仰依附的迷信 所谓迷信就是 不够成熟 打着纯正的耶稣的名号 但是追求的是 这个世界上的成败得失 这就叫不够成熟的信仰 那不成熟的信仰是什么 一不能与天主 与神建立真正的信仰关系 他也不关心这个关系 他关心的是什么 我的衣食住行 我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简单的说 他们也不懂神到底是什么 他也不关心天主是谁 为什么 有奶就是娘 谁能给我吃的 我就认谁做爹 那这样的人 当然这样的信仰 他也不关心神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信仰 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信仰 什么是实用 天主就是为了满足我 今生今世的要求 所以有些学者说 咱们中国人不关心来生 只关心今世 说的一点没有错 即使我们所谓的 生鬼怪的那些故事 所谓神话故事 关心的还是今生 你仔细看 他们谈的是永生 其实也是今世 根本就不是永生 比如说长生不老 这就是不够成熟的信仰 或者说 单凭人的努力 摸索出来的信仰 不够成熟的信仰 那不够成熟的信仰 就不能解决 那信仰的问题 那是死后的问题 那永生的问题 那世界上遇到了 那个真正的问题 他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所以当我说 信仰不够成熟和迷信时 要说一下 就是说 并非说迷信 或者是不够成熟 一无始处 一无可取 得看是什么样的迷信 这个不够成熟 或者迷信的信仰 是将对基督信仰而言的 意思就是说呀 如果一个人 有机会找到真信仰 而故意不努力 不找 这是一种对信仰 对自己不负责任 是一种罪过 也就是你自己 在侵犯自己的人权 所以有的时候说 一个人愿意信什么 信什么 也是在侵犯别人的人权 所以在我们的教会中 有人可能也说 不要干涉别人的信仰 人家愿意信什么 信什么 那还让你扶船干什么 如果人愿意信什么 信什么 那叫什么 那你的孩子 愿意学习什么 学习什么 他愿意学习 不愿意学习 就不学习 我们每个人 我们有了这个真正的信仰 我们有资格把信仰 也有义务把信仰 介绍给别人 这叫扶船 所以圣保祿宗徒说 我若不穿福音 我就有祸了 那么撒族塞人的信仰 明显是不够成熟的 他们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因此主耶稣说 你们错误了 那么他们哪里错了呢 耶稣说 两点 一是 你们其不是因为 没有明白经书 也没有明白天主的能力 这两点 一个是 没有真正了解 什么叫信仰 什么叫没有真正了解信仰 今天就拿咱们中国来说 好多人说这个信仰 那个信仰 其实他不知道信仰是什么 认为只要挂个神的名 挂个拜拜 就叫信仰 那不叫信仰 所以也有的学者说 咱们中国是没有信仰 什么叫信 信仰 那是对神的信赖 我们中国是什么 所谓中国的信仰 其实就是人和人打交道差不多 到寺庙里烧香拜佛 求掉这个 求掉这个 给到求一个官员 给输送一个有权势的人 没什么区别 那谈不上信仰 因为什么叫谈不上信仰 咱们俩 信仰是什么 我们也两个建立起信仰的关系 那你到官员哪里去 你到他不注重关系 注重是什么 你能不能让我成功 能不能让我升官发财 今天世界上很多个迷信 几乎都有这两方面的问题 所以不了解信仰 也不了解天主是谁 而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答 那就会在原地打转 原地就是这个世界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还是世界上那点事 比如说 喝酒必分 分酒必喝 谈的都是世界上那点成败得失 甚至包括有哲理性的 比如花开花谢 周日浮食 浪奔浪流 其实都是在原地打转 在原地打转 是因为假如没有真正的信仰 是走不出这个地球的 有的只是看似走出而已 什么是看似走出呢 比如说 那些没有下文的诗词歌赋 比如说 明月松奸照 清泉时尚流 看似看开 诗问 这叫看开吗 难道就这样轻松 过日子就叫看开 你比如一个人 我不怕死 我哪里死不当事 死就是自然 像花开花谢归到自然 这叫看开吗 我觉得这不叫看开 什么叫真正看开 得解决问题了 你比如说 一个人自杀的时候 不怕死 那就不叫死了 你自杀了不怕死 一个人自杀不怕死 值得推崇吗 当然我说的可能 这有的人弄得这个 没有那么悲哀而已 所以这里面 我觉得最可怕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常说的 大自然的看开 利用花开花谢 阴晴圆缺 利用这个世界上的 周日的福祉 来解释自己的成败 甚至解释生死 那意思是死 就是花开花谢 我觉得最可怕的 就是你把自己 看成了花 花谢了就谢了 那意思是 人死了就死了 所以这就发展出 无始论来 人死就灭了 人死灭了 说人死了灭了 因此不要问啊 因此也不问神 也不要用神 可是人有灵魂 人跟花和动物不一样 只要有人就要问 生存何来死往何去 人为什么活着 这几个问题 花是不问 草木牛驴不问 人要问 因此啊 我们如果讲人 纯粹的看成花开花谢 看成花 看成山石草木 看成江河 那么就是将人贬低 事实上 无神论就是将人贬低 就好像不允许一个孩子 问我爸爸是谁 我的根源是什么 因此说 这是最大的奴役 说你无神是最大的奴役 就好像不要你问信仰 咱们今天说 过去说信仰是鸦片 今天没人再说了 你说的话 那等于是最大的傻子 什么叫信仰 最深的信仰是什么意思 可是无论人 怎么奴役人蒙蔽人 那存在着人 心中与生俱来的 信仰的呼唤声 是压制不住的 在夜深人静 特别当人经历到 这个世界上的 这个 称败得失 特别是上了某一顶 岁数之后 人们心主要问 我是谁 我来自何方 我活着 是为什么 这几个问题 就是信仰的问题 另外 借着这几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看出 什么是迷信 或不成熟的信仰 也就是有一种信仰 或者宗教 它不允许问 这几个问题 它让你问的都是什么 健康了 治病了 医师住行了 成功了 你的儿子找什么样的媳妇了 你的女儿嫁什么样的婆嫁了 你盖什么方 修什么屋了 这就属于迷信 或者叫不成熟的信仰 也就是说 它吸引人 就广利用 世界上那点事 可是世上的那点事 不能满足人 那就怎么办 咱们变着花样谈 他谈的是世界上的事 那怎么谈着花样 发生人心是贪婪的 所以总梦 把人抓住 就好像更新换代的手机 其实就是手机 就是那么换来换去 都是那个手机 今天的手机 过去的古董玩具 没什么区别 从本质上看 只不说换了花样 偏使了衣服 就把人给忽悠了 这就是开始是我所说过的 甚至很多基督徒的祈祷 有点不对劲 就是因为他们 总是在原地打转 总是世界上那点事 总是世界上的成败得失 衣食住行 贪婚论嫁 哀恨情愁 他们的信仰 始终就跳不出这个漩涡来 一直在生老病死 贪婚论嫁中打转 好像他们来到天主面前 就没有别的事 就从来不谈看 我怎么爱天主 信天跟天主见了关系 他们也不谈 由于对天主的爱天主 怎么样爱人 他不谈这些了 结果是他们的心 总是忽上忽下的 不得安宁 他们祈求的恩典得到了 就高唱唱阿里路亚 咱美主 而求人不到呢 丑啊哈哈 丑就弄这个 无奈或者不信了 撒多塞人就是不幸福活的人 他们就有点类似这个 他们不幸是因为他们离不开世界上那点事 所以对他们来说 死亡是残忍的 最大的苦就是 谁是我的妻子 因此悲哀悲伤忧 就是他们的好朋友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结果 啊 就是世界上那点事 第二个结果是第二个悲哀 是什么 人生的无奈 一个没有天主的民族 或者说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 他们的文化里离不开伤感悲愁 悲哀惆怅 越是高文化 越惆怅悲哀 为什么 因为高文化又把世界看透 世界看透了就没意思了 什么叫 比如说 甚至还有很多看似是宗教 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更好说是哲学 或者灵修更好 但是这个灵修 也不代表说基督信仰的 因为每个宗教都有他的灵修 灵修是指的人灵性方面的修炼 但是这些呢 是对人生对生命 有深特顿悟的文化 可是悲哀伤感就在一次 世界看透了 什么都没意思了 成败的是拥有失去 包括妻子儿女朋友天地 在死亡前 在变化莫测的事举前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 什么是你的 于是有的人就顿悟 就到神山老林里 就修道去了 其实那个修道是真看开嘛 就是觉得世界没意思 你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就是为何有些诗人 如此伤感的原因 因为太了解这个世界了 那太了解这个世界 又不认识战胜这个世界的天主 于是只能钻到一个悲哀中 前途茫茫 悲欢离合 相见诗难别以难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那东边是什么 唉 不知道 那这些名句都向着一个 未知的地方遥望 于是乎一声长叹 那么这一声长叹 咱们万好着说 它是信仰的准备 比如说咱们中国人 都留着中华 中国人的血液 咱们古人们 他们这些狮子歌父 这个中国古人的那些思想 或者说 他不是说不想找天主 是或许信仰还没有来到他那里 所以他在责任上是不用负的 因为耶稣的信仰没有传给他 但是他们对人生了解了透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看 即使是迷信 即使是信仰不够 我们也不要过分的批评这些 比如说和基督的信仰在一起的时候 故意和信仰战斗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我们的古人 他们虽然没有得到基督的信仰 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 让我们去接受信仰更容易 就是说 比如说前途茫茫 悲欢离合 人生的无奈 在这个无奈中 我们就要问神呢 所以朋友们 我们说这些 不是说是 另外呢 咱们说这些 也不是单止无信仰者 其实今天就是信仰耶稣的人 好多也像法利赛 撒族赛人一样 看似信赖天主 其实我们信赖的是世界 我们的心更是世俗的 因此天主也被我们世俗化了 信仰和福音也为我们拉下水了 那我们怎么办 听耶稣的话 第一 你们错了 耶稣说 你们其实不是没有明白经书 也没有明白天主的能力 所以说你们错了 那么这前两句咱们已经说过了 不了解什么是信仰 也就不了解天主 所以错了 我们要看 主要是看这第三个 这几个字你们错了 我们到底错在哪里 也就是说 当我们每天觉得天主的话语 天主的旨意好像错了的时候 实际上不是天主错了 而是我们错了 有很多人有这个毛病 就是在生活中啊 他的生活遇到了和信仰矛盾 比如说天主是全能了 为什么我们 我求这些恩典得不到 天主是爱我了 为什么我家里还有这些痛苦等等 那么这些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是不是天主错了 很多时候不是尝试反省 自己错了 而是让天主的圣言让步 也就是解释天主的话 直到解释到 与我们的生活不矛盾 能够接受为止 那撒族塞人和法利塞人 他们都有这个毛病 他们听不懂耶稣的话 就开始挑刺找把柄 想陷害耶稣 他们如此做是因为 天主的话也在挑战 他们的世俗心 比如说咱们再举个例子 神品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神品对于今天来说 是一个挑战 我们大部分人活不出神品来 于是我们的生活 活不出神品来 我们就解释神品 它不是物质的神品 而是精神的 其实这不是解释的错误 而是因为我们缺乏一颗神品的心 我们就不知道神品的真正含义 因为神品的真正意思是 在生活中 神品的真正意思是从 具体的生活的倾苦中 化出来了 那当我们不了解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就单纯的 解释成物质的神品 解释成这个精神的神品 等等 所以朋友们咱们问问 我们在什么事上 什么问题上 我们需要真正的 向耶稣说 主我错了 那么第二呢 是耶稣说的这句话 天主是活人的天主 不是死人的天主 那既然错了 耶稣就要纠正我们 那纠正就是这一句话 咱们要问什么是死人 什么是活人 就知道什么是活人的天主 死人的天主 这里死人和活人的标准 就是信的 有信的的人就是活人 无信的的人就等于是死人 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 因为死人不需要天主 他们需要的是这个事情 只有有信的的人眼中 天主才是活的 那没有信的的人就是死人 因为没有信的就等于没有天主 没有天主死亡就象征了 永远的消失 那才是真正的死亡 所以啊 没有信的的人就等于活着 就是为了死亡 但是对有信的的人就没有死亡 因为死亡只是改变 同样对于有信的的人 失败羞燥了等等不幸 都不算什么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成败得失 都不是最后的 死亡自然也不是真正的死亡 没有信的才是真死亡 有信的的人 他不会真正的悲哀伤感无奈 那稍微情绪上谁都会有 但是那灵魂深处 信的只要在那里 就不会灵魂深处 不会有悲哀伤感和无奈 我说的是 为什么 因为一看天主有什么无奈了 一看天主有什么失望了 一看天主还有什么伤感了 你比如说亲人去世了 那你不看天主的时候 只能说十年生死两茫吧 无奈 无处化凄凉 无处化凄凉是什么 世界上没人能懂我这个苦 可是到天主呢 天主知道 为什么说 你就不如无处化妻了 如果信的告诉你 你的妻子在天国 很好 你还会不会这样 不当然就不会痛了 所以最深的悲哀伤疼 信的能够战胜 就像圣保罗总统所说的 有信的的人 如果亲人去世了 对于基督徒 不要过分悲伤 因为过分悲伤 是缺乏信的和妄德的表现 撒多塞人就是这样的人 朋友们 咱们在分享接近了尾声 那么最后呢 就让我们回顾今天 我们主要分享的两句话 一个是耶稣说的 你们岂不是因为没有明了经书 也没有明了天主的能力 你们错了 第二 他不是死人的 而是活人的天主 所以你们大错了 各位教友们 希望大家把这两句话 再放在心里 反复思索 看看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好 我们祈祷 主耶稣 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德 质疑我们信德的瞎眼 可怜我们的愚昧无知 主啊 你是天主 信了你的人 永远见不到死亡 信了你的人 纵然死了 仍然活着 你是活人的天主 不是死人的天主 你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好 因恨 请不响 游 山 永远 葡聽 永远 未经许 阿们 因协